发动机是一种精密的设备 里面有很多齿轮 我记得在小时候有人跟我说过一个例子 说是两个人分别拿着一个齿轮滚住 用同样的力度转两个齿轮 一个齿轮没多久就停止了 另一个齿轮依然像开始那样在转 也就是说一直在转的那个齿轮摩擦力非常小 设计非常精密 这就是我听过最早的关于发动机小零件的 一个国内和国外的对比 三菱发动机比国内大多数发动机做的好 这是有原因的 首先从发展时间上来分析 国内汽车市场发展也就半个世纪多一些 而日系本田就比国内汽车产业早了八年之久 八年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不是很久 但是如果这八年是汽车工业发展的关键时间 那这个差距就大了 想象一下八年的时间 一个国家能够汇集多少人才技术经验 再看看国内的八年汽车行业的发展 你就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 发动机的生产不是吹出来的 没有金光钻 不烂磁吸活 国内也有不少企业研发的发动机是很优秀的 只是相对于国外的产品 差距还是很大的 毕竟发动机的研制还是讲究技术和实际的应用效果 发动机作为精密的仪器设备 肯定要有精密的生产工具才能加工生产 在国内的工业基础为零的那个时代 所有的设备都需要进口 而且即使花钱购买 国外也不会卖给你最先进的 所以国内的技术总是落后国外一大截 好的发动机肯定需要好的材料来打造 而对于这些材料的制作要求也特别高 只要一向做不到要求 出来的成品就会差别很大 没有技术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别人的 都知道国人比较喜欢模仿 很多国内不甘落后的汽车厂家 为国外一些发动机 向日产的发动机进行逆向研发 但是没有想过一个好的产品 是需要创新和研发才能成功的 借借别人的始终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总上所述 国产发动机有很多缺点 正是因为有缺点 才可以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至少现阶段 只用进口的发动机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要想克服这些困难 就要理性的去创新和研发 而不是去模仿 不要动机会 我们下期视频的发动机会 我们下期视频的发动机会